大家好,我是Alex 今次和大家来到西贡码头影影 时间是12月底 天气非常冷,大约是12至13分左右 风亦非常大,有强烈季后风 最奇怪的是西贡码头内一个人都没有 而在旁边的小艇卖海鲜亦都不见 简直是奇景,而我就带队来拍照 所以整个码头都只有我们这班人在拍照 而风真的非常大,我虽然穿了很多衣服 但仍然感觉到很冷 而脚架方面,我一路拍照时 一路都感觉到它在移动 虽然我已经用了沙卓的VD重型脚 上面再加一支600四光圈颈 兼且再把袋子挂在脚架上 但拍照时仍然觉得镜头摇摆不定 甚至乎我感觉到三脚架其中一只脚是离地 所以我将脚架将开的角度再调阔一点 令到它更加稳定 而拍照时也不敢离脚架,永远握住它 幸好拍摇时我突然发现一个白幅海鸟飞过 虽然我都来过西贡码头很多次来拍摇 亦都见过白幅海鸟出现 不过在很远的岛上 基本上都看不到 而今次我突然见到一只白白的鹰飞过 我估计应该是白幅海鸟 于是就立刻拍摇了 虽然说飞得很近 实际上又不是真的那么近 我已经用了600mm镜头加上1.4增距镜 有效焦距是840mm 但影像也不太大 又经过时候采放才有现在的放大率 拍摄时没有阳光,但天空也不算暗 RSO大约可以用到千多左右 而快门我用了2500分之一秒 604镜头加上1.4增距镜 有效光圈值是5.6 在这个环境之下都算够用 Canon R5 Set了满滅20张连拍 虽然白幅海鸟在面前经过三几次 时间也相当短 但因为相机的连拍速度快 所以每一个精彩的动作都捕捉得到 大家就猛看难得一件的白幅海鸟特色 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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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影片记得留言给like和share 拜拜